就是说老师被他欺负他们的娘家 他是他他他弟弟拿着这么长的刀 拉了两次有人的黑社会来 画面中非常激动的男子叫严伟健 他说妻子曾经叫了一帮人 拿着长刀追砍他 夫妻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 非要到了动刀动枪的地步 严伟健说夫妻本来很和睦 夫妻之间发生一点口角是很平常的事 可狠心的妻子每次都闹得天翻地覆 这让他无法接受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眼前这个段子的女人叫唐欣 他说就在结婚纪念日当天 他的丈夫将他的手指打断了 他现在有缘无处可生 他带着我们来到他的丈夫严伟健家 我先了解一下 因为他也说你们结婚了十年了 对对对 那应该感情很好了 感情算很好 他那个手指都这个样子都断了 是怎么回事 他是能从里面夹的吗 严伟健说 唐欣的手指是被自己夹断的 妻子故意冤枉他 他们是重组家庭 严伟健势头婚 而唐欣则有了一次婚姻 唐欣带着前夫的儿子嫁到了严家 婚后两人还生了一个女儿 为了家庭 他长期在外打工努力赚钱 可换来的却是母子把自己赶出家门 难道严伟健对这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不好吗 因为他是儿子谁来的 谁来的 他儿子要赶我出家 你说我他四季来的时候 到我家才来 到我家是谁来的 我每年打工的时候 他就是不想让我回来 就是这样子的 严伟健说儿子四岁就跟着他 他一直没有亏待过他 可没想到自己长年在外打工工儿子读书 却不让他进这个家门 自从上次打架之后 唐欣还以故意伤害罪起诉自己 严伟健拒绝与妻子调解 看见妻子咄咄逼人的气势 他扭头就走 唐欣说自己有过三段婚姻 第一任丈夫因病去世 他带着儿子改嫁给第二任丈夫 可生活不到两年 就因为性格不合又离婚了 他带着儿子再次嫁给了严伟健 因为考虑到严伟健是投婚 一直想要个自己的孩子 也没有建议他带着儿子嫁过来 当初对儿子非常要好 可自从女儿出生后 因为见对妻子的热情和宠溺逐渐冷却 夫妻俩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多 房间里到处摆放着女儿的小玩具 衣柜里却看不到几件儿子的衣服 在唐欣看来 丈夫自从有了女儿后 对妻子的关心越来越少 他认为当初丈夫对儿子好 也是想哄自己为他生孩子 唐欣说 儿子今年14岁 学习成绩很好 但是最近丈夫却不愿意出钱 让儿子继续上学 难道严伟健真的是有了女儿 连妻子上学都不供了吗 邻居们说 严伟健一直在外面打工 挣个钱全部寄回家给了妻子 夫妻俩总是聚少离多 但是唐欣是个外地媳妇 没想到原嫁的女人还这么强势 脾气也十分暴躁 村里很多人都不敢和她走得太近 受不了她那种性格 每次唐欣和丈夫小吵想到后 她就会状告娘家 然后娘家人就会带一堆小混混 到这里来闹一番 每次来都会对严伟健全脚相向 所以这些年来 严伟健害怕唐欣的娘家人 人生吞气不敢和她争吵 我听这个女的说 说这几年就是她这个老公 不愿意负担这个儿子的学费了 没有 这没有 也没有 他寄房钱都打回家 给他们用的 因为你散下一个女的 你想一下她不上班 哪有孩子开子 哪里养的儿子 怎么样 反正我知道没亏待过她 严伟健的侄女说 叔叔对妻子从来都是有求必赢 从来没有过任何亏待 更不存在不让妻子上学一说 严伟健的嫂子也说 平日里 唐欣对儿子格外呵护 丈夫对儿子说话都要低声下气 就因为太紧张儿子 所以夫妻俩经常发生争吵 难道唐欣不明白 严父出孝子吗 他这样对待儿子 其实就是在害她 就是说要是被她欺负她的娘家 她的她的她的弟弟拿着这么长 说起妻子唐欣 严伟健就觉得很委屈 他激动地说 每次夫妻小打小闹 妻子都会在娘家人面前将矛盾无限夸大 然后娘家人就会带一帮人来对自己拳脚相想 严伟健回忆起曾经遭遇的皮肉之苦 一肚子的委屈 自己一心挣钱养家 在儿子和女儿之间已经将这碗水端平 可妻子却总是咄咄逼人 我37岁 您37岁才投婚 其实一直没有结婚 前几 因为我以前我就是说 我的妈妈和爸爸一直生病的话 我就是说 如果我把老婆出个老婆的话 把别人吃进来 把他也年龄 37岁的严伟健老是芭蕉 也是一个大龄单身汉 他性格固执 邻居都劝他年龄大了 早点结婚 可他为了不拖累别人 坚持等父母病逝后再娶妻生子 直到十年前 他遇到了唐欣 可没想到憧憬的婚姻生活 是他噩梦的开始 他在家里面吵架 就骂我们 我就在他们坐下 就把他也 把他们家也骂一顿 把他骂一顿 他就说我 不管说我谁吵架以后 说我一家人就不能把他吵架打击 严伟健告诉记者 他妻子的强势不光是对自己 就连村里的邻居和公友都跟着受罪 他能忍受妻子的脾气 可别人怎能忍受 他最不能忍受的是 妻子居然不允许和他不喜欢的人往来 他家在中间十分为难 久而久之 自己家成了村里被孤立的对象 可尽管对妻子言听计从 白衣百顺 唐欣还是得不到满足 整天闹个不休 打工地钱全部交给他 那你们自己不留点钱花吗 我自己都没有 我全部交给他 他在家里面 在小孩 我就全不拉给他 这个就是七八年钱 他们交给他 他就是说慢慢就转走以后 还有他弟弟姐来 因为建议年到头在外打工 自己省吃俭用 也不敢旷一天工 就是为了多挣一分钱 每年都努力挣够十万元 全寄回家里 可妻子却还整天喊钱不够用 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节衣缩食 辛苦打拼来的钱 妻子却全拿去帮衬娘家人 这让他心力交瘁 不仅如此 妻子还经常教唆孩子们和自己疏远他 在孩子面前说父亲无能 还让孩子长大后不孝敬父亲 在严美健眼里 妻子非常的多狠心 结婚十年 自己长期在外打工 孩子本就和母亲朝夕相处 感情更深 可每次争吵结束后 唐欣总是在孩子面前诋毁父亲 不让孩子与父亲亲近 时间一长 孩子们自然与父亲疏远了 颜美健是个老实善良的人 她知道妻子内心敏感 所以她从来不敢对儿子非常宽怠 儿子要五十就会给一百 反而对自己的亲生女儿却非常苛刻 作为继父能做到这样 已经是人之一尽了 她们之间真是因为孩子吗 原来自从几年前开始 随着颜美健年龄的增长 不像年轻时的身体 每年拼命地干活 也只能苦到五万元 相比之前 比原来的收入少了一半 可唐欣不但不理解丈夫的苦 反而变本加厉指责 颜美健接受不了妻子这样的行为 因此她才有了离婚的想法 如今唐欣要以故意伤害罪起诉丈夫 要丈夫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为自己的手指负责 可经过法院和检察院 对于伤情的鉴定 唐欣是伤财二级 是颜美健在与夫妻打架时 唐欣的手指被门缝意外加断 而并非颜美健故意所致 所以唐欣所却要所赔二十万是不合理的 颜美健出于人道主意 支付一万元医药费 一个男人撑起了一个家 作为妻子应该要体谅 如果丈夫倒下了 那么所有的重担就得妻子一人承担 丈夫不是挣钱工具 也不是摇钱术 而是家里的顶梁柱 对孩子过于溺爱 并不是爱她 大家说唐欣的行为值得同情吗 欢迎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